你好,我是陈天 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 我们目前所做的这个简易版Redis服务器 那在过去的几讲里面 我们分别构建了几个非常核心的数据结构和Trait 那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构建了一个RESP Frame这个数据结构 那它使用了RESP Encoder和Decoder这两个Trait 来统一Encode和Decode的行为 然后在构建RESP Frame的过程中 我们参考Redis RESP的文档 然后对每种情况都进行处理 并且构建了大量Unitest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对,首先我们定义了这个RESP Encoder这个Trait 然后它有一个方法是Encode 就任何只要实现这个Encode的类型 都可以把自身Encode成一个VacU8 然后Decode的话 它是可以把任何来自于BytesMute里面的数据 Decode成Self 因为我要返回一个Self 那这个Self需要是Sized 就是它是一个有固定长度的返回值 对,是当我们一个Trait里面要返回一个Self的时候 那经常需要做的处理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约束 如果我们不要这个约束的话 会产生错误 没有任何区别的 对 对,一般情况我们 就是写成这种 和Sized放到这个Trait上面 两种我们可以认为是等价的 那我这里 就把它改回来 这是这两个Trait 然后呢 我们定义了RespFrame 这个Frame是一个Enum 在这几奖的过程中 你应该认识到 在Rust下面 Enum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数据结构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定义 一些很复杂的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情况 进行相应的处理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 做网络开发呀 做各种业务逻辑 因为业务逻辑就是各种各样的 requirement 各种各样的需求 这个需求对应到 就是各种各样的request 来了之后 那这个request 我们可以用一个Enum来表述 所以对Redis的文档里面 定义的Resp 这个protocol 我们就从中选取了 最重要的这些内容 然后做了一个Enum 然后对于一个Enum 每个里面的类型 我们都为它实现了 Encode和Decode 这两个trade 然后最后 因为所有 Enum里面的case 我们都实现了Encode Decode 所以我们可以去Despatch它 对 Decode也可以Despatch 让我看一下 但是Decode Decode我们没办法直接 Despatch 因为我们返回的是一个 这个 这个Self 所以Decode我们还需要 通过这种方式 来使用 Despatch 好 然后这里面有大量的 这个数据结构的定义 我们也重复使用了Rust的标准库 里面提供的各种各样的trade 来为我们的数据结构 提供多种能力 那待会我们会把这块的 代码去重构一下 因为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把不同类型的数据 都揉杂在同一个文件里面 使得这个文件就变得 无论是Encode和Decode 这个文件本身都比较长 然后我们想要找 我们需要的这个代码的时候 会相对难找一些 好 然后 我们构建了这个 RespFrame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构建 Command 那Command其实就是 我们可以从Resp里面去 convert一个RespFrame 成一个Command 那怎么样去做这种convert 或者说这种转换呢 我们可以使用TryFrom 这个trade TryFrom和From很类似 但From一个类型 到另外一个类型 它的转换是 不会产生任何错误的 那TryFrom就是 我从一个类型转换成另外一个类型 然后这个转换过程可能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trade Command这边 我们目前就只支持了 Map系列和Hmap系列 这两种Command 然后我们构建了一个trade 叫Command Executor 就它可以接受一个 Backend 然后 一个self和一个backend 然后返回一个frame 然后对于Command Executor来讲 我们也使用了Enum Dispatch 把它Dispatch到Command下面 这也就意味着 这里面每一个Command 我们都对它进行一个 Command Executor的实现 然后 Get 就是Get Key 我们 我们定义了这样一个数据 叫做Set 是Key Value Value可以是任何一个frame HGet 然后 HSet 和HGet All 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特殊的Command Unrecognized 就是我们目前 这个版本并不支持的 Command 然后对于这个Command 我们实现了Execute 就给它直接返回一个 OK的 这个SimpleStream 分装成的一个RESP frame 然后这个东西 我们是把它定义在LazyStatic里面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 需要在堆上分配的数据 但是你希望它是一个 全局静态可以访问的 你不需要去修改它 但是 你可以去全局静态访问它 那这个东西你可以 就是处理成一个 LazyStatic 你需要声明成Static Ref 然后就像Const一样 给它一个类型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调用任何表达式 来生成这个东西 这个呢 会在你的 命函数运行 这个前后 然后会 会做 这个LazyStatic的事情 对 或者是 这块 可能我需要澄清一下 或者是 当你第一次访问它的时候 它会生成 这个数据 然后 返回一个 这个全局的reference 以后你就 再去访问它 它就 你就可以 一直去使用它了 对 在RES下面 一个是 你可以用LazyStatic 另外一个 你是可以使用 one cell so use one cell instead of LazyStatic 对 这是 可以做的 事情 好 然后 注意 就是我们对于 就是我们在网络层 那边收到的是 一个一个的 frame 对吧 然后这个frame 我们需要在 某些情况下 转换成 command 所以这里就需要 做一个try from 然后 根据RESP的定义 就是这个 客户端发来的 这个 command 它都分装成一个 array的frame 所以我只需要去处理 当它是array的时候 我去做try from 然后其他的情况 这都是一个错误 然后在array的时候 做try from 我们就根据我们 目前支持的 一个类型 然后去处理 首先 这个array里面 我们去拿它的 第一个item 对吧 就这个RESP array 内部是一个array 我们拿它第一个item 然后 如果它是一个bulk string的话 那么 我们把它拿出来 然后去看 就这个bulk string 我们实现了一个sref 对吧 就把它里面的这个数据拿出来 然后返回一个andu8 这里我们就可以去match 如果它是get的话 这里b代表这是一个binary的string 也就是一个andu8的类型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 显示 刚才给我显示是什么115什么的 对 如果是get的话 那我们就再尝试着从get里面去做try from 看能不能得到一个command 然后set try from hget 这所有的都实现了对你的try from 我们再看 比如说get的try from 我们先会去validate这个command 它是不是 就是 它的这个command的name是get 然后它有一个arg 然后set也是如此 hget hset也是如此 但不同的时候 它的这个arg的数量可能不同 所以我们去validate这个command 然后再把它的arg extract出来 然后对于我需要的这个arg 我去match它 看是不是我所期望的数据 如果是的话 我把它转换成一个command 这是整个这个try from的过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你用好了Rust下面标准库提供的这些trade 尤其是对数据结构进行转换的trade 那么你的代码会精简很多 其实大部分时候 我们无非就是在做各种各样数据结构的转换 比如从网络的一个字节流 我们先把它转换成一个frame 然后再把这个frame转换成一个command 然后转换到command之后 我们就有了应用层可以去处理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数据结构是一层一层的 那它们的结构大概是 我把它画成这样 它们的结构是byte stream 这是最底下从那个tcp stream收到的byte 然后再往上的话 我们是有这个frame 这个是resp frame 然后再往上是这个 就是app data 那这个是我们的 就是command 就它的数据结构的逻辑是这样 然后这里对应的是tcp tcp层 然后这里对应的是 就是serialization desserialize这一层 然后这里对应的是 就是app这个层次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处理数据结构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很清晰的去考虑它 不同的这个数据 它都在 就是哪一层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相应的转换 所以当收到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转换的路径 对吧 我们先从byte里面读到一个frame 然后去 再从frame里面去尝试着转换成一个command 然后这个command处理完之后 我们会生成一个frame 然后再把这个frame 写到这个byte mute里面 然后通过网络层发送出去 所以这是一个数据的流转的过程 然后command这边 我们也写了不少unitest 来去就是检查这个command的转换 是否工作正常 以及command的执行 然后最后我们是 开始实现这个网络层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这个思维的脉络是 从数据结构出发 从核心的数据流转出发 先去处理和数据相关的问题 然后最后再去处理网络层的东西 如果你是先从网络层开始的话 很容易把代码写成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socket handle的 这里面你写大量的处理 如何把它转换成它 然后再从中抽取出来一个command 然后进行处理 就代码容易写得非常的呕合 然后你可能之后还得去考虑 我怎么样再把这些呕合的代码 分拆出去 那从数据的角度来考虑 这个程序的话 你会先去从数据层 就像我这样 从frame从command 一步步做起 最后把核心的要素都已经处理完成之后 我再去处理网络 然后先处理核心要素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去撰写unit test 因为这些东西都跟IO是没有关系的 但一旦你把这些东西跟IO绑定起来的话 那它的可测试性就差了很多 然后在网络层的话 我们使用TOKYO的TCP listener 然后去accept一个TCP stream 然后accept之后呢 我们一般的行为都是会spawn一个TOKYO的task 然后处理这个TOKYO stream 然后在这个task里面呢 我们一般是需要进行一个loop 就是一个死循环 直到client退出了 那我这个loop才应该结束 然后释放这个task 否则的话这个task应该一直去正常工作 然后frame的话 就是我们在处理之后 需要把TCP stream里面这些字节流 按一个一个的帧去处理 那我们需要去通过这个帧来桥接网络层和应用层 否则的话 你可能假设我直接去从这个stream里面读的话 我可能读到一个buff里面的数据 是收成完整的一帧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先不处理它 继续等待 收齐了这个数据才去处理 所以这是这个frame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那当我们做和TCP相关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考虑 就我这个应用 它的这个帧究竟是什么 对吧 那如何从这个网络流里面去获取一帧 或者说写入一帧呢 那这是我们作为应用层来讲需要考虑的 那Tokyo Utils下面 已经帮我们把frame相关的处理做好了 唯一需要我们去做的 就是我们需要写一个codec 那这个codec是告诉 就是Tokyo 那我究竟该怎样去decode出来一个frame 和encode成为一个frame 所以它提供了encoder和decoder 那这里我们就需要根据需求 来实现我们自己的encoder和decoder 然后这样就 就是一个可供frame的使用的这个codec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我们是在network这里面 构建了一个respframecodec 然后这个codec呢 我实现了encoder 然后encoder其实就是去 把我的这个item去encode 然后decoder就是这样去decode 对一旦encoder和decoder实现好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这里去通过frame的new来去调用它 然后frame的new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t是asyncread asyncwrite 所以一个tcpstream可以作为第一个参数传进来 然后第二个参数它是一个u 那这个u我看一下u有什么样的约束 你看它在 它为这个frame的实现了stream 然后u是说什么 它必须实现decoder 然后它还为这个frame的实现了sync 这个sync和stream都是Rust在一步处理提供的trade 它们两个都是在future里面提供的trade 那具体这个stream和sync 我们怎么去写我们先不关心 我们关心的就是stream提供了说 怎么样从这个流里面去读数据 所以它是需要里面的是一个asyncread 然后sync它提供的是说 我怎么样去往这个流里面去写数据 你可以看到frame的它直接从inner里面 继续去pull next 然后sync从inner里面去send 然后当你要去往里面发送数据的话 那这个frame需要它里面的u实现encoder 当你要从里面读数据的话 那frame里面的这个u需要是decoder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就这个respframecodec 我们实现了encoder和decoder 那这样掉frame next的时候 就会从这个frame的这个stream里面去读一个frame出来 然后这个frame是根据respframecodec的decode来完成的 如果decode返回一个oknone的话 那它就会等在这等更多的数据 如果decoder返回一个frame的话 那就会处理 如果它decoder错误的话 那就会我们就需要去返回一个错误 对 那这是这个我们做frame和codec的过程 然后那在网络层就这些层次做完之后 我们需要最终要处理这个客户端的请求 那处理请求的这个任务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就是大家共享的 可以在多个线程中共享的这样一个数据结构里面 那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叫它backend 我们写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backend 然后这个backend里面就是一些数据结构 来维护用户存储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结构 目前因为我们只支持hmap和map 所以我们这里面只有maphmap这两个store 然后我们为它实现了像getsethgethsethgetall 这样的命令的处理 那这个处理本身其实就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使用了dashmap 所以它是在线程间是可以 高效安全的这个读写 对 好 然后把这个backend和commentexecutor连接起来 那我们的整个处理的流程就完成了 那这也是这几奖我们做的这个redis服务器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我刚才好像加了一个注释是吧 对 我们看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实现了多少行代码 几奖的内容我们就已经写了400多行Rust的代码 然后总共的Rust的代码量包含注释包含控行呀 有1700多行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构建了1000多行的代码 或者接近2000行的代码就完成了一个简易版的redis 而且这个简易版的redis是可以跟redis标准的客户端去通信的 然后得到正确的结果 对 那这点还是很不容易的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去处理之前 我们还没来得及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代码重构 我们现在resp的这个目录下面代码太多了 然后它这个文件的分配也不是特别合理 其实我们应该为每一种数据结构有一个文件 然后处理和那个数据结构相关的trade的实现 而不是把它统一成一个incode decode 那这相当于是我们在之前的开发过程中 因为我们开发的比较急 然后就是这个开发过程中就引入了一些技术债 那这个技术债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技术债 它只是会影响我们读代码的效率 然后影响这个代码的读性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代码整个重构一下 把相关的代码给它组织到一起 这样后面的人在读这个代码的时候会读起来更方便 那首先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数据类型 那我们需要为每个数据类型来生成一个文件 那我们就开始拆吧 simple string 然后 simple error 我们还有什么 box string 我们还有 还有这个 array 还有 还有 还有set 看一下 还有bolean double bo double 或者我们不要这么叫 这叫就是double map set 还有 int integer 好吧 我们先来拆simple string simple string 它的这个 首先它的数据结构 然后我们给它拿过来 这里我需要在mod里面去 把这些 首先我把decode和encode 这两个其实可以注释掉了 我们待会再注释 把它分开来写 待会把那些都删掉 mod simple error mod simple string mod array mod integer mod bo mod bulk string mod double mod map mod set 好 这些mod我就 引入进来了 然后simple string我拿走之后 我需要在这里引一下 直接在这里面去use吧 use simple self吧 simple string simple string 那这个弄完之后 那这个弄完之后这里的error应该就会不存在了 然后simple string相关的这个代码我们需要给它放到simple string下面 然后这个derive需要引一下 mod 下这里需要处理一下 然后simple string还有什么代码 它的new我们也需要给它放进来 而一般像derive这样的可能不太重要的代码我们就尽量往后放 然后 还有什么 from 我们从string转过去的这个代码 然后还有什么 sref 那这些都是很小段的 好 那 simple string我们就弄完了 然后接下来是simple error simple error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耗时的工作 就 就更多的是体力活 它的定义 我也把它拿走 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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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 还有 derive 然后 然后 mod下面 然后还有 还有它的这个 new 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 我们把它放在 上面 然后 然后simple error 现在就只有一个 引用了 然后把它 拿出来 好 然后 self这边 我把它组织一下 我把它组织一下 对 这样组织的话 就是以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这里 然后simple error需要一个 derive OK encode decode 在create level 这个需要是pubuse OK 这就没有错误了 然后我们再把不相关的从array开始吧 把array相关的代码我拿出去 rsparray 好 首先是array的定义 然后是它的derive 好 然后是它的implement 然后是没有 需要引一下 这个也是引到pub下面吧 OK 然后array这边的话 我需要 引这个 ispframe 然后引这个derive OK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这个重构应该是 不会影响任何unit test 所以它是都可以过的 呃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把 forbo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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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这块我并没有 我这里没有 没有数据结构 呃 也没有对它的 转换 所以 这块我可以 就是mod下面没什么可抽取的 然后 bulk string 这个我可以抽取到这里 呃 然后 bulkstring 这个还挺多的 这个数据结构 我可以抽取到 bulkstring下面 然后 包到里面 这个应该也抽取到 bulkstring下面 我还会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就是这两个东西应该把它统一起来 那 在这里我就不做了 我就先把这个重构完成 然后大家可以 去 呃 之后在写作业的时候去完成 这个东西 好 boxstring的implementation 呃 呃 这都是需要 去处理的代码 呃 那 我的下面 还有这个 from 是吧 呃 两种from 都需要去支持 对啊 需要引一下 然后 这里 还有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个 const n 转化成boxstring 所以对boxstring我们做了很多转化呀 呃 嗯 好 然后 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把它引进来了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也是把它引到 这里 然后boxstring的话 我还是要引它的 no ok boxstring也处理完了 然后double 呃 在mod下面double 我有f64 呃 然后i64 然后i64 都没有做任何事情 接下来就是array 呃 array我已经处理完了 呃 respnowarray 我还没有处理 这个东西也应该 放在 放在 这里去 然后 放在下面 然后就需要引一下 b-tree-map aspnowarray 好 然后就是map resp-map 数据结构 我先给它拿走 好 然后就是map resp-map 和这个frame 和这个frame 数据结构拿走之后 derive 需要给它拿走 好 然后derive 我也需要引一下 嗯 然后 asp-map 的这个 implement 我也给它弄进来 default 诶 有点晕了 好 这个我也给它弄进来 fault 有了 啊 esp-map 还有derive-mute 对 呃 map目前是我们唯一一个实现了 derive-mute的 呃 这个东西 之所以需要实现它 是因为我们啊 啊 new的时候 new的是一个空 然后之后要去 呃 mute它 好 我们把这个也 引进来 这个就不需要了 这个也不需要了 然后引进来的这个map 我们也给它放到这里 呃 这句删了 好 啊 最后是set 好 也是同样的 然后看这些 是不是全都是跟它相关的 对 这些都是跟set相关的 我就把它挪到这里 然后derive相关的 我把它放到下面一些 呃 然后这个frame需要引一下 derive需要引一下 然后mod里面这个set 现在需要引一下 引完了之后 我们也需要让它是public 这个derive就不需要了 这个set 好 嗯 这块 的代码就 只是跟respframe有关了 我看是不是 对respframe 也单独弄一个数据结构 诶 看错了 这里 呃 如果对respframe 单独弄一个数据结构的话 那这里就只有trade的定义 error的定义 对 我可以定一个frame 然后在这个mod里面 我也去mod frame 然后 那这就意味着整个frame的代码 这些代码我们都可以放到frame里了 然后enum-dispatch我需要引一下 呃 然后这些东西都需要引一下 好 frame本身就正常工作了 然后mod下面我需要把frame给引进来 把这两个都引进来 好 我们cogglenext run应该也都是正常工作的 呃 接下来就是把incode decode的代码 呃分散到各个地方 现在mod已经非常干净了 就是它只包含我们声明的各种model 然后两个trade和这个error的定义 好 我们看incode 呃 对simple string 我们直接放到simple string里面 这个trade 那这个trade比较重要 我把它放在靠前的位置 然后 呃 encode 我需要引一下 然后simple arrow也是一样 在simple arrow里面 我去处理它 然后引一下 呃 然后i64 i64 i64并没有一个单独的 那我们就放到 先暂时放在frame里面吧 呃 这里需要去 然后box string的处理 然后box string的处理 我把它放到 呃 box string 然后也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去处理一下 去处理一下 encode 然后now的box string 呃 我们也需要在这里 去处理一下 呃 呃 然后array 和now array 我们需要在array这里面 去 处理一下 然后这里需要用这个buff cap 呃 buff cap的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放在mod里面会比较好 啊 然后 然后 array这里 没有这个buff cap 然后import super 呃 encode这边 呃 我们先不管它 啊 然后resp now 那这个我们也把它放到 frame下面 呃 因为这都是属于比较简单的 处理 呃 booling 好 也得放到frame下面 现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去放它们 然后f64 也是一样 诶 等一下 我这其实有位置 嗯 我记得我要有个double 好 那就在这里实现它吧 然后 嗯 嗯 frame这里 now 呃 booling booling 可以放到bo下面 然后 frame下面我还放了那些东西 i64 这个应该放到integer 下面 ok ok 然后now 我是不是 is risp 应该也放一个 is mod now 然后把frame的和now相关的东西还是应该放到这个now下面 mod 好 然后frame里面就没有now 然后now放在这里 好 那frame下面需要引一下iespnow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吗 好 然后是map的这个处理 我们放在map的incode下面 然后需要引一下buffcap需要引一下 然后这里simplestream需要引一下 然后set的处理 我们把它放到set下面 同样的需要引一下这个 然后有个buffcap放在这儿 好 那incode里面接下来就是各种test 对吧 test我们也应该是重组一下 那现在我先不做这件事情吧 我把decode也给它处理完了之后 我再统一再把这个test给处理掉 decode代码比较长 这个我们可以不要了 然后 这个东西我们统一放到mod下面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decode 先是resp的这个decode 这个代码很长 它因为incode直接dispatch了 所以这里面没有incode 然后我们需要为它加上相应的 这个玩意儿 这些引用需要都弄出来好 这个代码就ok了 然后需要把这个decode的代码 保存一下 然后它就被处理到了 然后是simplestream 我们实现了incode 然后需要实现decode 也是一样 引 就是好多的数据类型需要去引 然后 这个东西需要引一下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common的function 在decode的时候有这些common function 我们把这些function先统一挪到外面去 就是这几个几个函数 好 这几个函数 我们把它一切儿挪到这个mod下面 然后这里管它叫utility functions 那这些utility functions 我们需要在这个上下文中访问 所以我们把它都统一放到mod下面 其实也可以放到一个叫youtube的文件下面 好 然后 然后 simplestream这里需要使用这些utility functions 所以我引入super的这个 好 simplestream那就ok了 嗯 然后呢 我们继续 simple error simple error decode 完了encode 然后也是去引 有一堆东西需要引入 就这种重构 就这种重构 往往就伴随着大量的代码错误 但是大家不要害怕 它是有规矩可循的 呃 now now的话我们在这里去处理 然后也是需要去处理各种场景 好 然后是nowarray encode nowarray的decode 我放在这里 好 这里面就是都是使用command加点 或者是control加点 来自动做这个补齐的事情 nowboxstream 然后这个也在这里去弄 然后同样的我们需要去引 各种各样的数据 好 继续 i64 这个integer 这里有 好几个方法需要 去引进来 这都是体力活 嗯 嗯 但重构代码就是这样 就是 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体力活 不 不 好 这个booling也处理完了 然后接下来是boxstream boxstream boxstream 这是它的encode 那么我们把decode放过来 然后这里有需要advance 需要cr 需要parse lan 这就可以了 然后decode里面 array 是一个比较难啃的骨头 然后这是array的encode 这里也设计到 lens advance 还有parse array 还有这个calculate total length 对这个 然后f64 f64比较简单 再double 这里 然后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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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map和set map的代码 这是encode 然后这是decode 你看修复一个这样的技术债还是要花一些功夫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我们一开始有一个技术债 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 想清楚之后代码的组织结构弄好了之后 那 这类的技术债就可以去杜绝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 没办法一开始想得非常清楚 那么 我们就要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之后还可以很好的去重构代码 那 我再次需要提一下就rust的好处对吧 对吧 这个类型系统 如果说我把这些东西都 都弄对了的话 那么 呃 就是它 它不真是 呃 就是 就是 不会 出大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在每一个 这个代码这个代码下面 放一下这个 这个块吧 就是我们需要把test 嗯 也给它整合进来 嗯 也给它整合进来 我们更加容易去撰写 我们更加容易去撰写 unitest的代码 对吧 好 好 我们还是从 decode开始吧 simple string decode 嗯 那我就直接放在simple string这里 嗯 嗯 嗯 bulk string decode now box string decode 那都放在bulk string下面 嗯 嗯 now array 和 我们先把now decode 拿走 嗯 blin 拿走 好 现在 now array 和 array 这个都可以放到这里了 这个都可以放到这里了 然后double 放到这里 嗯 map 放到map下面 然后set 放到 set下面 我们还有一个计算 我们还有一个计算 array的长度 这个 这个应该放在 mod下面 不需要 好 然后map这里 需要印一个bulk string set这里也需要印一个bulk string 诶 是哪个文件 诶 是哪个文件啊 诶 他为啥说这些 哦 我忘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我忘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烤的时候太着急了 这个mod应该 是被 是被 扩起来的 也不需要了 也不需要了 就是 这些test应该是在config test的时候 才需要使用 嗯 嗯 double 不需要 encode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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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没有 任何的 unitest 现在也不需要 嗯 map 不需要吗 然后 呢 set simple error 好 嗯 现在decode 就 啥也没有了 我们不需要它了 然后encode 还有一些test 嗯 test 嗯 simple string 嗯 test 嗯 需要引一个 inframe 好 嗯 嗯 encode 还有什么 test error 这里也需要引一个 ispframe test 就是integer encode ispframe 好 box string now box string 这两个 都需要放在box string下面 然后需要引一下 基本上快要完成了 array的这两个 也放进来 然后 也放进来 然后 印一下 然后now的话 我们也需要去测一下 blink 摸到bo下面 double 然后也需要去处理一下 然后map 最后两个了 encode 嗯 然后 然后 还有这个 set的encode 好 我们基本上就大告成了 isp array 好 encode 那也就没有任何代码了 我们不需要它了 好 frame这边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任何unitest 我们可以放一个todo进来 我们可以放一个todo进来 addtest 这个不需要了 那啥不需要 它可能 它可以认识到 我们next run一下 所有的test 所有的test 都是通过的 然后在mod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正式删掉这两个东西了 然后encode decode 这两个文件已经没用了 我们就把它删掉 然后 cargo next run 可以看到 所有的东西还是正常运行 我们cargo rust long 然后运行一下这个服务器 rcli 然后 hset map hello tear hsetmap goodbye tear hsetmap goodbye 返回一个tear 返回一个tear 然后这个是 对的 hgetall bc 然后它返回一个empty 可能应该是返回new 我们得看一下 如果找不到的话 是返回的一个emptyarray 还是返回new hget hget map 1 2 这个我感觉也不太对 我们 打开redis server 然后redis cli hset hello tear a map hello hset map goodbye tear hget map goodbye hget 那么这个刚才是这样的 对吧 goodbye 然后hget all abc 哦 emptyarray 那这个是对的 hget all map 感觉它返回的是一个array 然后对我当时返回成一个hashmap了 这个我可以改一下 那在改它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refactor的代码commit掉 这样就避免两个出现就是我们同一个commit应该只做一件事情 refactor move each frame type to its own file 好 然后这个refactor做完之后呢我们再去具体去看 我们在处理hgetall的时候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应该是在这里 是吧 可以看到 我当时认为它返回的应该是一个map 实际上应该返回的是一个array mute 所以如果返回的是array的话 那我应该 letmute rent等于 back withcapacity 是 返回什么呢 哦 它的lan乘以2就行了 然后 这个key和 letkey等于它 然后 这句不要了 那应该是 ret push ret push key into 对吗 然后ret push value into clone 这里应该是 bulk string 那有个new 呃 然后是key 然后into 然后这里是 v就是一个frame 然后把它clone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返回一个 它 感觉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 cargo rust cargo run 哦 这里还 好吧 我们这样 run 然后redis cli 然后还是hset em map hello world hset map good goodbye tier 然后hgetall map 好 现在返回的是 正确的数据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之前的那个redis的 对 我的之前那个redis 因为它local有一个database 所以run起来之后它还有之前的那些key 所以现在这个map我们就返回的是array 对 好 那我们 呃 诶 我不是 把这个东西都加入到 gitignorary了吗 新点rdb 新点rdb 好 嗯 嗯 在 这里 它报了一个错误 哦 我这个test 有问题 嗯 expected 这里我需要重写一下这个 expected 应该是 这样子 然后 它 它 我印象中它 实现了 嗯 实现了 那 呢 用 那 呢 所以 这应该是 嗯 它 helloInto一个BoxString,或者 BoxStringFromHelloInto WordHelloE 我们在改了代码的逻辑之后相关的测试也需要去修改 看一下我们这里放的是MapHelloE WordE 然后 Set我就 放了HelloWord HelloE WordE 这个返回的顺序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里感觉 要多返回了一个 Write是 Left是 返回的HelloE WordE 再看一下我刚才的 这个返回的顺序我需要搞清楚一下 它为啥返回的顺序跟我的不一样呢 还是错 这个返回的顺序 h-e-l-l-o hello 然后现在的left是 这个 对 这是因为 这是因为这个哈希Map 它每次的这个哈希出来的结果 可能顺序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我们处罚了一个 一个bug 我们看一下 dashmap b-tree dashmap有b-tree吗 tree 它只有dashmap和dashset 然后拿到的这个key的顺序是不一定的 所以 我需要这样去做 我需要给它做一个sort 就是 我需要总让它返回一定顺序的key 否则的话这个test是不过的 那其实对于最终用户来讲 它并不关心这个顺序 那我应该去改这个test 就是如果说我需要 一定要返回 固定的顺序的话 那么我在这个command里面 hget all 对 command的这个hget all 这里面 我需要去sort一下 就我是 应该先生成一个array 然后这个array里面 有一个tuple 然后我根据tuple的key 去sort一下 这个array 然后再把这个array 在flatten之后 得到一个resp的array 这是如果我们hmap get 它需要 这个一定顺序的结果 我们需要这样做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 我们 就可以去改一下这个test 让它一定是 具有 正确的顺序 所以这里呢 就是我认为hget all 它返回的结果 可以是无序的 只要保证 一个key value pair 是对的 就可以 但是为了让这个测试通过 我们需要做一些额外的 动作 去sort里面的数据 或者 这个地方我也没办法 在hget all里面 加一个字段 叫 sort 不 然后 这个的话 这个东西来指定 我是不是要做sort 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bug 然后在 try from的时候 我们让它sort都等于false 然后如果sort等于false的话 我们就啥也不做 然后在这里 我们让它sort是等于true 这样一定是获得一个sort过的版本 然后在command execute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处理sort 好 那就这个 这我们叫它data吧 那这个东西 我就放一个tuple push的话 我push这个玩意儿 这样 这个push的时候 我push key和vdn 这个 然后我们再去看 if sort self.sort 那我就 把它sort一下 好 就意味着我根据它的这个 string 根据key去sort一下 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就需要 let ret等于 the data 去flat一下 然后collect成一个 isp boxstring 它没有fromstring 有fromster implement fromstring forboxstring 然后它直接intobytes 那这里就可以做from 然后into 然后把它flatten 让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test 好 现在这个test就运行成功了 那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我们一开始生成 从这个 Hmap里面拿出来数据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数据按tuple key key还是string 然后value是这个frame 然后按一个tuple存到一个array里面 然后如果说 我们需要去sort这个 hgetall的结果的话 那我们就做一下这个sortby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数据flat之后 返回 这里面就潜在有一个性能的问题 就如果说这个hmap很大的话 有很多 和value 那这块的效率 因为它先生成了一个中间的状态 然后又通过这个状态 又生成了另外一个这个数据结构 假设有非常多的key 那这块相当于是有两块很大的内存 临时被使用出来 被分配出来 不会也还好 因为这里面的数据都在堆上 然后核心的这个frame和key 它的内存是没有拷贝的 我只是从一个vector里面 挪到另外一个vector里面而已 好 那这里面我们就 怎么还有deleted的这个东西 好 那这里面我们就是做了一个bug的修复 这是我们hgetall的返回值和rediscli的返回值是不一样的 有redisserver它的返回值 那这里我们做了一个bug fix 那是因为我们 自己的simple redisserver跟redisserver 它对于hgetall的返回值是不一样的 那我一开始的理解是说 这里返回的应该是一个 返回的是一个map的数据结构 所以我在这里处理的时候用的是map 但是redis那边是返回的是一个array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array 那这个结果呢 跟redis的client现在是一致了 但是当我们运行我们的测试的时候 发现因为dashmap它是一个hashimap 所以每次启动的时候 它根据系统启动的时候 random的那个hashimap会导致同一个key 可能有不同的hashimap 然后我在便利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这里去iterate的时候 可能这个顺序是不固定的 这是大家在写代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一点 就hashmap它的iteration的 这个结果是 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果 如果你需要一个固定的结果的话 你需要使用betrimap 它是那个key是thoughtable的 但是在dashmap里面 它只支持了concurrenthashmap 它没有支持concurrentbetrimap 所以这里我不能直接把它改成一个 就是比如说dashbetrimap 让它是便利的时候是固定顺序 那我只能怎么办呢 就是我便利出来的结果 我会根据 就是这个命令本身 它是否要thought 来决定我要不要做这个thought的操作 那我认为redis的hgetall 它的结果是不需要做thought的 但是在测试中 我需要确保它是经过thought 这样我才能 就是成功的测试hgetall 否则的话我构建的这个expected value 跟它返回的可能不一定总是一致的 一旦不一致的话 那这个测试就会失败 然后一旦这个测试失败的话 ci也会失败 那这种ci有的时候成功 有的时候失败 这种情况是非常好验的 因为它会导致我们降低对这个测试的信心 对 因为如果说ci失败的时候 其实你的代码并没有错 就会让大家觉得 这个失败了就失败了吧 它可能没有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unitest 要让它保证 它在任何时刻 不会因为像hushmap这样的数据结构 导致它的这个错误 那另外一种方法是 我也可以去拿到一个frame 我把这个frame转成一个hushmap 然后我就首先assert这个frame 变成一个hushmap 然后从这个respmap里面 取到里面的这个hushmap 然后对里面这个hushmap 再做相应的处理 对 这也是一种方式 对 好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提交吧 好 我们叫fix hget all should return array 好 提交代码 然后get tag 那应该是第十堂课 对吧 9已经有了 记得9已经有了 现在是第十一堂课了吗 哦 哦 V2.11 refactor and bug fix refactor ispframe code and fix hget all push origin2-11 好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这些 最后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多线程和一部处理的一些策略 就我们需要知道有哪些跨线程的同步的方式 那这些同步的方式有共享内存 csp和actor actor的话我们在rust不是一个主要的共享 那actor呢在rustm不是一个主要的线程同步的方式 那我们掌握这个共享内存和csp就足够了 csp其实跟actor已经非常接近了 那共享内存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通过atomics 可以通过arc 就如果说你线程间只有只读数据的话 arc 如果你线程之间共享的数据是primitive type的话 像integer呀像float呀这种东西 那我们可以使用atomic 用cpu的这个机制来完成原子的操作 所以就是它是可读可写的 那共享可读数据的话又要用arc 共享可写的数据的话需要arc mute 共享可写数据的话需要使用arc mutex 或者arc rwlog或者其他的一些lock 然后如果我们使用csp的模式 就是我们可以用channel 那我们学习了mpscchannel one shot channel这些方式 在矩阵的乘法里面 我们使用了这个mpsc和one shot channel来做这个计算 然后在matrix的这节里面 就使用了这个并发的hashmap 我们自己先构建了一个并发的hashmap 然后之后又使用了这个dashmap来进行处理 我们也尝试了如何使用atomicxx的这些数据类型 来处理原子类型的共享和并发操作 然后我们介绍了异步处理 然后构建了一个 一开始先构建了一个dummy的reddit server 这个主要是去探测client和server之间 他们的这个发送的数据都是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也了解了在tokyo的生态下面 我们如果做一个tcp的server 一般的流程是什么样子 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构建我们这个简易版的reddit服务器 然后我们从这个respframe开始做command 然后做网络处理 然后最后到今天我们又对代码进行了一个大量的中构 然后让代码的结构变得更加就是可扩展 比如说以后我们要加一个新的iespframe的支持的话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去实现一些from或者tryfrom 就从数据结构的转换和iespencode iespdecode这样的trade 那这个从可读性和可扩展性上面来看就非常的清晰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代码的量 已经到了1900多行代码 然后实际的代码量1500多行 所以我们整体完成了这样一个simple ready server 那第二周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一起跟着完成了整个流程的话 那恭喜你 我也为你提供了一些客户作业 那第一个作业呢 就是我们为simple ready 实现你想实现的命令 比如说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echo命令开始 那这个echo命令就是 你给我一个客户端传入一个数据 服务端直接把这个消息echo回去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你可以尝试一下来完成这个东西 然后 如果这个东西你做完的话 你还可以尝试一下这个hmget 把这个盖一下 那这是 你看它的用法 我set了两个field 然后我可以multiple get 就是获取多个值 我可以对field1 field2和nofield 分别获取它们的值 然后返回的是一个 hello word和空数据 对 那这是我们可以去尝试去 处理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像这个s-add和as-is-member 那这个就更加复杂一些 涉及到你需要去扩展backend 在那个backend里面加一个 就是set的这个store 然后s-add可以在这个set里面加一个数据 然后它返回的是一个integer 然后as-is-member的话 会返回一个integer 一就是它是一个member 零的话就它不是一个member 大家也可以尝试去做一下 就是这个命令 好 然后还有一个 可能对于simple redis来讲 挺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需要统一 noboxstream和boxstream的处理 以及noarray和这个array的处理 那我们应该把这两种情况删除掉 因为它其实是下面这两种情况的一个特例 那我们把它删除掉之后 把这些代码逻辑应该并入到boxstream和resparray的代码里面 让它可以直接处理上面的情况 好 那大家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这样的作业吧 那第二周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